Hello,大家好,我是暖音 今天郑道夫更新了 我们来看一下更新的内容 更新了好多活动 云优历练是类似于 之前开的那个先锋活动 还有发红包的 欣喜活动 还有天降福瑞 腊月灯迷 常驻红风 还有年寿活动 七八个 后边的没啥好看的 是一些素质的优化 和问题的修复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活动 这个红风活动 可以说是很爽的 直接是活动当日 12点,18点,19点 一直发红包 然后口令红包 大家可以看这个奖励 最高的红包 也就是9点的红包 有0.5% 贪宝道具 9.05的直接来天际 是五千八百八 然后9点十分 直接来五千八百八的机缘 太恐怖了 所以说 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参加 1月17号开启 这是正道府的时间 正式府的时间 可能会推迟一周 第二个是腊月灯迷 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 春节三日打一字 春节的春是一个三 一个人一个日 有三和日了 那不是差个人呗 好 你看 应该回答正确了 就得到了一个奖励 但是题目可能会不同 除了灯迷之外 还有这个天降福瑞 直接抽转盘 还有包括像分享的机缘 还有我们每日的这个 都是有每日的一个礼包 可以看到礼包的东西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非常的 怎么说呢 性价比很高 然后再来看一下第四个活动 这个云优历练 除了每日千道的这个 先破和一些营养之外 还有临时的一个翻倍 所以说大家 需要在正式府的时候 多存一点 一磨箱 然后把开放的周一到周四 把自己的矿的时间 挖矿的时间全部挖掉 然后等到一开放这个双倍临时 就直接开一磨箱 直接吃相 直接那个刷双倍 然后搞一点这个临时 药源也是翻倍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啊 可以说点白小唇开启啊 可以说基本上是 和以前的应该是一样的 也是前两天不挖 第三天 它可以好像是 存三个小时 第三天开挖 然后历练 这东西我就不说了 这些一般 大家都是拿满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礼包 可以看到 奖励还是很有人的 如果我选的话 我应该是 选这个或者 这个 这个 还有包括像这些 他会得一些先破 然后先破来换这个 这次有点不一样啊 正道福的128和198都只有一次啊 328要两次 应该是会刻到 要把这个拿完的话 应该会要到198 然后宝库 这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 陨优历练看了 陨优历练看了 开始先服 还有 今天的内容大概就这些了啊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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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